关于晋南战役呢 我们从吴化文、王耀武、74师的172团 邮政大楼之战到华野特众的炮兵 前两集是人物 后两集是以部队为主体 一路说到了晋南的外城被攻破了 这一集应该就是要进入内城的战斗了 华野是在9月22日傍晚6点 总攻晋南外城 短短24个小时 在23日一样是傍晚6点 他们开始分成东兵团、西兵团总攻内城 防守主要是整73师 还有从青岛空运过来的83师、19旅 客观的来说 这两支部队都算是74师的兄弟部队 特别的是有一半相军血统的73师 他们的主观很多是湖南或湖北人 像是第77旅的旅长钱伯英 还有第15旅的旅长是王敬征、征炎的征 都是湖北人 他们先后被俘 可是很奇特的 有好几位后来都跑到了缅甸 聚集在李弥的麾下 变成了孤军 这一集我们要透过74师的兄弟部队 在内城的最后战斗 才能够理解说 为什么那个时候华野 他们伤亡也会十分的惨重 有的部队甚至出版写洒 全城这样子的纪念刊物 我们知道在前一阵子中列祠从太北引领缅北孤军的排位 上天其实下着青盆大雨 悲壮的气氛是非常的充足的 在网路上其实也引起蛮多的讨论 老谭说这个李明孤军下面的这些将领 好几位都是从济南打过战役出来的 对 他们又是怎么样跑去缅北 这是一段非常的传奇的过程 传记文学以前刊登过一篇文章 我所知道的李明 里面有提到说 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下面的一些班底 例如钱伯英 邱耀东 王敬真 郑熙燃等等 都来投靠 另外谭怡辉博士的金三角国军写列祀 他里面也提到说 王耀武的部队在济南被打垮之后 有许多的高级将领被俘 其中钱伯英 廖卫文 柳欣义 三位湖北籍的干部 也在里面破市之后 就透过了李明夫人 荣慧宇的同乡关系跑去找李明 怎么会这么巧 他们都是湖北人 第二绥区的参谋长罗欣礼 在他的回忆文里面 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他说第三处的处长 廖卫文是负责管作战的 他与整编第二次的市长 燕子峰 还有钱伯英等几个湖北同乡 作为基础 搭乘了一片 所以我们综合了这些人的说法 就可以知道说 王耀武部下的确有这些特色 这边也整理了一个表 把他们那个时候的军行都列出来 有些是与我所知道的李明 里面所提到的不一样 不过基本来讲 因为那个时候很混乱 也不能说谁对谁错 这就让我们十分的好奇 其实李明为什么要用王耀武的班底 以来成为孤军的主要的将领 因为李明他在缅北招兵买马 那个地方其实是环境恶劣 所以他来者不拒 虽然如此 带领第八军在山东打过两年的李明 重用王耀武的部署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因为他们应该早就都认识 特别是七十三十 很明显的是偏多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李明挺欣赏 王耀武手下的能力 所以他们来了以后 就给予比较高阶的位置 为以重任 就如果换做其他人 或许会对于拜君之将 会有一些心理上面的疙瘩 可是这个李明 仍然将他们把他招揽其下 成为这个骨干的力量 我们只需要看一下 近南内层的工坊 就可以知道说 玩竞争或钱伯英 他们到底有没有作战的能力 那个时候最先攻进区内层 主要是聂凤智他的动兵团 他下面的九重25是73团 根据团长张穆涵的说法 他们是在炮兵的掩护下 23日下午6点起 在东门南侧打了几次 他说时过午夜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攻击 我们仍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 这个时候电话响 聂凤智直接打电话跟他说 79团12点的时候开始登城 桥被炸断了 杜副城河 胡桥被炸断 后续部队没有办法跟上 治下施力了 要看你们的了 这个景南的外城 一个多小时就被攻破了 可是进入到了内城的时候 看起来解放军打的并不是很顺手 的确如此 因为反守的第15旅 旅长是王靖正 他是奉73师的师长 曹振夺的命令 务必一定要把缺口给堵起来 所以他那个时候亲自带了通信营的官兵等等 对缺口进行一次又一次的仿扑 那个时候据说 善政的士兵手臂全部都要板白布条 白背帐上面写着 赶死队三个字 所以刚老谈提到的这位呢 就是后来去金三角的第15旅的旅长 王靖正 刚老谈有提到说 他在进南呢 把这个通信营都已经调上去当赶死队了 等于说这是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把全力都压上去 滑野九重73团 攻城不顺 到了24日凌晨一点半 才展开第四次的攻击 这一次呢 破火更加其重 全部都倾斜在城墙上面 那两点的时候呢 他们终于从内城的东南角 气象局这一带的屠戮 那因为这边地形比较开阔 有利于大部队的推进 所以滑野九重很快的向前扩大了众生 那15旅的旅长王靖正呢 他虽然极力的仿扑 可是终究没有把缺口封锁起来 在清晨4点50分 滑野东兵团确定达正成功 谢山师15旅的旅长王靖正 在气南的这个战斗应该也是尽力 难怪这个里米会把他纳入麾下 西南内城的西南面是不是也遭遇到同样的战斗 西南面的战斗呢其实是更残酷的 那个时候主要是73师77旅在这边把守 旅长是钱布英 他的对手呢是滑野的十三重 司令就是周志迁 那十三重呢也是在23日下午6点 对内城西南部的昆顺门进行攻击 根据十三重37师的师长高瑞的说法 他们把山炮野炮 这些全部都推进到距离城墙 一百多米的地方 要做最有效的精准火力 支援步兵的爆破 这很像是我们前面有提到 74师最后高光人那一集 火炮已经推到邮政大楼前面 做抵径的射击 是十三重的司令 周志坚他讲 他们在炮击了45分钟之后 步兵立刻架桥 还没有使用就已经被摧毁 手机还用燃烧弹 把城下的民房 烧出了一百多公尺宽的火墙 那个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在指挥所 除了那一道火墙 什么也看不到 第一次的攻击就这样子失败 到了24日凌晨1点30分 十三重依然由109团第三营来打头阵 他们用了70包炸药包 终于把城墙炸开了一个2米宽的缺口 有两个点 在清晨5点25分 成功的向众生发展 其他的连队在缺口之附近协助巩固 还有扩大缺口 就在这个时候 东面的城墙已经被攻破了 西面这边也有两个连已经突进去 也算是城破了 还没有 最惨酷的战斗马上就要开始 华野十三重这两个连突入之后 前伯英下连要把他们逼到城墙的下边 这样子比较好围艰 可能是因为夜间的关系 没有彻底的封锁 这两个连很迅速的占领了附近十多栋的楼房 给予77旅很大的杀伤力 抢占突破口附近的楼房 这就比较难打 有点像是在172团那边 邮政大楼的战斗的方式 对 不过77旅依然全面的返攻 在清晨7点40分 把突破口占领了 堵起来 因为已经白天了 周之间讲说 白天的攻击比夜间更困难 他考虑了一下 觉得说不能再拖 断然的下定110团要上阵 那十三重又控制了突破口 可是前伯英他的77旅 反击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 到了上午要10点 华野战士气势的施展高瑞 就报告说突破口又被敌人给占领了 等于说近期的这两个连 还是被关了起来 结果这两个连是被围奸了吗 这一段很有戏剧性 我觉得战斗有时候 基层他们自己的临阵应变 真的是非常重要 他们打到快要中午的时候 前伯英的77旅 在昆顺门的部队 突然之间有一些松动 原来是困在内层里面的这两个连 自行决定要派一个连 调回头来打昆顺门 接应城外的部队 调回头的这个连 它是如何去接应外面的共军 他们是折回以后 去打昆顺门城楼上面守城的部队 守军等于被两面夹击 他们一定要有一部分人 朝城内设击 这个时候对城外的火力 就会相对的减弱 城外的部队就加大了火力 利用这个时机很快的 也把昆顺门给夺下来 13众可以快速的进入到内层 所以老谭刚前面有提到说 战场的胜负 很多时候是厂上的指挥员的灵机应变 一个连或许就可以发挥意想不到的结果 对 大陆有一本13众的机体创作 叫做写杀全城 它里面收入了13众37师109团 副参谋长梁凤干的一篇回忆文 他说战打得太辛苦了也太惨了 登城部队在突破口上面拼搏了4个多小时 进攻的时候我们是2700多人 到了天亮时只剩下1200人 他刚提到战打得太辛苦了也太惨了 这个就是出自攻击方胜利者的说法 表示他是非常有可信度的 所以里面他才会欣赏像王耀武的部下 虽然说内层被攻破 73师的师长曹正多 15旅的旅长王敬征 还有77里的钱伯英 他们都被俘 可是之后 73师又重新被组建起来 由玩耀武系的李天霞当任师长 最后在福建的平坦岛 把74师给合并了 至于王敬征 钱伯英等人 他们在接受了三四个月的教育以后 也都被示范出来 不过他们好像是一群被命运开玩笑的人 在那个年代只要被俘虏过 多半是不会被信任的 再加上故军内部也有一些派系问题 钱伯英还有王敬征到了缅北 后来还有一些人指控说 他们是被派来搞破坏的 也就是说内部有些人不一样的声音说 他们是供典 是在那个年代对于被俘虏 通常都认为说你忠贞一定有问题 那王耀武因为后来也发表了导奖的声明 那我猜这也会让他之前的部署 忠贞度受到更多的质疑 也就是说内部啊 说内部的声音说 到底是什么呢 对于是被署了 还有一些人指控说 说内部的声音看 是没有做的 也就是说内部的声音看 也就是说内部的声音看